顧名思义,他是用班尤里的方式去做查询的 班尤里的方式 你必须要给他的参数 第一个就是说,你的阵力要给他 第二个就是说,你产生 你要比对的这个数字要给他 因为我们是利用乱数 乱数是从 多少到多少呢? 这边有个乘以10 其实你直觉就可以知道 因为我们是,本来是加1 加1的话就是说1到10 如果说我们要加1的话就是0到9 这一点要特别注意 也就是在0到9之间 产生乱数 0到9之间产生乱数 就是用这样的表现方式 之所以前面会 之前会加1就是因为我要从1开始 那当然如果说你今天 要从起始值多少 你就后面加多少 就可以了,那特别注意呢 前面一定要给一个硬折的 一个强制制料 那主要就是说 强制把它 取得整数部分 也就是说那个小数点部分呢 就完全舍弃掉,就不要 这样的这个乱数呢 才会是整数 否则出来的都是有小数点的 浮点的这个资料型别 那我们就把这个值 乱数产生的这个值呢 传给前面的一个变数 这变数就是Lumper 一个Lum 然后呢 这个地方我把这个方法 传进一个阵列 那这个阵列就是我们刚刚上面的部分 那已经排序完成的 记得是排序之后的 排序之后呢 那我再把这个乱数 在这里面查询看看 它是否在这个阵列里面 是存在的 那如果存在的话呢 它会回传值 就有回传,recent回来的值呢 就是我们可以传给到 这个变数好了 叫Pause Pause Position 就是 那它回传回来的实际上呢 假设我今天有 有这几个 比如说今天这边有 我可以切割成 有六个 六个区块 那它会 应该是循序的 就是去找 假设我找到的话呢 那这个位置是0 一直到6 那回传回来 比如说我今天 在第三个找到的话 它回传回来 就会告诉我们 是在第三个位置 第三个位置 那 不过特别注意 它的 它的位置比较特殊 这边是 它 这边是第一个 它是从这边开始 这边 这边的值 1 1 2 3 4 5 6 7 所以它到时候 查到的值 喔 嗯 查到的值 它回传 回传回来的值 喔 我们可以 就是说比对之后呢 它就会告诉我们 是第几个 那回传回来 如果说我们这地方 假 要看看它到底是不是有查到 如果说它回传回来的值呢 是等于0 那表示说呢 它是没有 没有查到这个 一样的质量 那如果说有查到的话呢 我们就把它秀出去 秀出去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可以 在这个阵列 那 阵列的位置 喔 第几个元素 比如 因为我们是从第一个 array第一个的话 就是0嘛 那 它position 回传回来的就是 阵列的它的 所引值 那所引值呢 必须还在加1 所以就是 它的这个 第几个位数 这个位数 那这里的话呢 我们来 直接执行看看好了 比如说这地方 执行 各位可以看到 就是说 它在这个地方 之后排序 那排序之后呢 它就会用 底下就是 它 这个 乱数出来就是7 7的话呢 就是针对这个地方 1 2 3 4 那就第四个 那回传回来 实际上是3 那因为它这个地方 是0 1 2 3 所以3再加1 才会是4 那这边 秀出来的结果 就像这样子 那这里的话 我想你们试试看 也就利用这个 arrays arrays 的这一个 物件 去做一个这个 排序 跟这个搜寻 把画面交给各位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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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